原来,亡灵所在的世界有两个无比强大的存在 一个是太古星辰大能口中的远古先皇 另一个是一位叫做道古的古族古神 这位古神与亡灵有很大不同 他的本体是九星古神 双眼之内分别融合了一只九星古魔和一只九星古妖 以一人之力就可以对战数十万先皇大军 但是在这场战斗中,双方同归于界 亡灵所在的古之目的就是这位叶末的坟墓 在这里亡灵获得了叶末传承 凝聚出第七颗古神之星 更是借助叶末的力量将神识无数倍的增长 震惊了整个神之墓地 九天魔尊分身目光闪烁 身向木台向前急驰而去 他本尊已经进入这古墓内 尽管被亡灵抢去先机 但他却没有任何担心 抢吧,就算是你抢走了一切 也无法活着离开这古墓 九天魔尊眼中寒光一闪 但就在这时 突然其前方虚无内轰然卷动 无数乱流齐齐四散 刹那中,一股磅磅的神识呼啸而过 从这九天魔尊分身体那一扫 转瞬就远远蔓延而去 但这一扫之下 却是让这九天魔尊分身骤然一颤 其心神轰鸣响,面色大变 刚才的一瞬间 在那神识扫过中 他甚至有种自己全身赤裸 一切隐秘都被那神识知晓的错觉 怀然之中 九天魔尊分身直接就停在了半空 眼中露出震撼 方才的那一刻 他头皮发麻 有种魂飞魄散之感 这种感觉 没有他当年没有成为第三部大能识 才有过类似 谁,这神识到底是谁 九天魔尊面色苍白 呆呆地望着前方虚无 心中第一次出现了恐惧 不仅是这九天魔尊分身 与那粉衣女子如此 眼下在这古墓内 所有存活下来的修饰 纷纷在这一场那 感受到了这股滔天一般的神识扫过 单颤心惊 这神识充满了一股霸道的气息 如同王皇在天空俯视大地 在第七副地图内 此刻有一个身穿麻布的老者 此人双唇被三根针穿透 藏老的容颜透出残忍凶眼 本尊见过古墓的大黄上人 正向前脉步而走 其本尊前来 空旋修为弥漫 前行中拥有一股惊天动地之威 无人可以抵挡 他信步而走 五步就可跨过一张地图 直奔前方而去 但就在这时 其前行的身子却是突然一顿 双目骤然便有金光一闪 王女与这古墓意志融合的神识 从这大黄上人身上扫过 轰鸣骤起 这大黄上人双手掐绝抬起 向着前方狠狠一抓 似要把这让他心惊的神识抓出 但就在他右手抬起 碰到这神识的刹那 确实有一股反战的意志 轰然传出 直接就与这大黄上人碰撞 轰鸣之下 这大黄上人身子登登登后腿 面色立刻大变 心神竟然一颤 额下是谁 没有人回答他 神识继续蔓延 扩散之下 从这第七幅地图延伸 第六幅 第五幅 第四幅地图中 九天本尊与那妙音老道 二人同时前行 神色很是平静 外部中便跨越无际 但突然之间 九天本尊就神色一变 老夫分身发现 他还没等说完 立刻就话语顿住 那股之前其分身感受的神识 轰然而来 从他与妙音老道身边 延伸过去 妙音老道双目瞳孔一缩 在这神识下 他竟然被牵引得心神一枕 这种事情 让他不由地打持一惊 看向身旁的九天魔尊 九天魔尊面色阴沉 眼中同样有震撼之色 很强 非常强 拔飞之中 为了三飞的白衣女子 此刻在这古墓内 没有继续前行 而是加速向后极致 跨越了一处处地图 来到了第一张地图内 他放弃了在这里获得造化 而是选择离去 冥冥之中 他隐隐有种不妙之感 似乎若此刻不离去 他将永久地被留在这里 正极致 神识骤然而来 从其身边扫过的刹那 突然停顿了一下 这白衣女子神色骤变 额头瞬间就溺出汗水 其身子猛的一顿 竟然不敢移动半点 心神砰砰 被这神识凝聚在身 如同全身内外 都被人清晰地看到 除了恐惧之外 更有一种羞脑 被他迅速地压制下来 许久之后 这神识才慢慢地 从他身上一开 向着前方蔓延过去 直至神识离去 这白衣女子才松了口气 其秀美的容颜略有红韵 沉没了片刻后 复杂地看了一眼 前方那神识离去的方向 亡灵坐在那宫殿的椅子上 神识不受操控的扩散 他看到了此刻 在这古墓内的 所有太古星辰修饰 看到了那眉目 始终挂着风情的粉衣女子 看到了九天某尊分身 更是在这蔓延之下 他看到了踏入古墓 裂缝的大荒上人 九天本尊 还有那妙英老道 最后看到了那白衣女子 随着其神识再次延伸 瞬息间 他看到了这古墓 通往太古星辰的裂缝 亡灵的神识 最终停留在这只裂缝旁 此刻凭着融合进 这古墓的意志 亡灵看到了一些 以他的修为 看不到的东西 就算是妙英道尊等人 也一样看不到的存在 这裂缝 被人以莫大的法力凝固 使得其无法收拢避荷 这古墓裂缝外 太古星辰的星空中 那之前出现的巨大掌印 始终没有消散 依旧漂浮在那里 掌印下那全身 被黑袍笼罩的人影 也没有离去 而是默默地漂浮在裂缝外 但就在亡灵神识 在古墓内 临近着裂缝的瞬间 这黑袍人猛地抬头 隐藏在黑袍中的双腕 爆出两道明亮金光 即目光似穿透着裂缝 看到了裂缝内 亡灵的神识 寂静 二人隔着裂缝 默默地相互望着 你是谁 二人几乎同时开口 区别是那黑袍人的声音 从口中说出 带着万古沧桑与丝 如同摩擦之音 而亡灵的话语 则是通过神识的波动 通过这墓地的意志传出 同样给人感觉 如存活了无数万年的苍老 老夫太古星辰 长尊 那黑袍人缓缓开口 裂缝内 亡灵沉默 许久没有意志传出 不管阁下是谁 还请放他们出来 事后老夫定有重泄 黑袍人四皱了下眉头 平缓说道 景中捞月 很不错的神通 半想之后 亡灵的话语通过意志 传出了裂缝 落入黑袍人心神的刹那 这黑袍人身子默然一阵 毫不犹豫右手挥起 轰蓝间 那漂浮在上空的巨大掌音 轰轰降临直奔裂缝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亡灵此刻融合目的意志之中 他辨识着目的 这裂缝本该闭合 因外力阻止 保留至现在 可眼下随着亡灵心神一动 裂缝顿时就传出轰鸣巨响 其内让气凝固的力量 显然无法承受这整个古墓 甚至包含了 稻谷叶末残留神念之力 若无意外 数万年早无法开启 让这里面进入的所有人 没有出去之路 端太古星辰三成之力 那黑袍人低吼中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临近这急速收拢的裂缝的刹那 其右手抬起 干枯的手掌再抬起的一刹那 就与那降临的掌印融合 似那庞大无比的掌印 瞬息间就融入此人右掌 在其挥舞中 直接就拍向裂缝 更是在这一刹那 这黑衣人的右掌 散发出一股炙热的气息 这炙热不是火 而是光 是太出之力 光芒夺目 一掌落在了裂缝 穿透而出 直奔其内亡灵神石而去 这一掌之强 在穿透这裂缝 进入古墓的刹那 竟然让整个古墓轰烂一阵 落在亡灵的溶落的意志神石上 立刻就如风暴横草 使得亡灵神石骤然捣卷 这一掌之力足以蔑视 其强大的程度 已然是这星空的极限 但这古墓的意志 倒过夜幕残留的神念 岂能如此容易就被摧毁 在这一掌 透过裂缝进入而来的刹那 从第三层内 众人便有一声大吼轰轰传出 这吼声外人听不到 唯有亡灵神石 融入这目的意志内 才可听闻的清晰 吼声融入目的意志 传入亡灵神石 使得亡灵此刻 在那宫殿内的肉身 双目爆出万丈金光 在其双目金光乍现的瞬间 通过神石 传入其肉身的那一吼之声 好似在他体内轰鸣一样 化作一股奇异的波动 传入亡灵喉咙 在他张口之际 吼声疯狂的传出 以吼之力 天地色变 汗动万古 风暴遮天 托森在这吼声中喷出鲜絮 身子倒卷 双臂护住全身 刹那间 其大半个身子 竟然血漏分离 全身又大半赫然露出了 森森白骨 这崩溃的 是八星王族 古神之肉身 吼声从亡灵之口传出 震动整个目的 那九天魔尊 分身直接崩溃 没有任何反抗的资格 远古八飞第四飞 这风情女子喷出鲜絮 武动之前让她 避过巨手拍击的仇段 这仇段 是远古先尊所赐 仇怠崩溃 这风情女子惨叫中 肉身直接爆开 原神飞出 不知施展了什么神通 在崩溃的数次下 勉强残存下来 大荒上人 九天本尊 妙因老道 三人同时在这吼声中 喷出鲜絮 肉身瞬息崩溃 似空拳修为 在这吼声中 也没有任何抵抗的资格 但身为控权大能 自有保命神通 在这吼声中 三人元神存活下来 分别拿出 各自祭连备用的肉身之体 梦露出滔天骇然 竟不敢继续前行 而是毫不犹豫后退 要离开这古梦 吼声轰轰 直奔第一张地图的裂缝而来 与那掌印直接无形碰撞 以后之力 那掌印没有半点抵抗 如枯木一般 直接崩溃 吼声更是在崩溃了这掌印后 从这裂缝宣泄而出 落在了外界 漂浮在星空中的 那黑袍人的心身 这黑袍人隐藏在 袍子内的容颜骤然大扁 他身子矩阵之下 竟直接喷出了一口鲜血 其身子疯狂的后腿 但仅仅退出三步 其双腿就骤然薄开 没有血肉 只有白骨 他的黑袍更是撕开大板 卷中其身子在惨叫中 挤挤而退 一代掌尊 太古星辰最神秘之休 对王林施展了 井中捞月之数的他 此刻如丧家之犬 骇然中逃之夭夭 一吼之力 一吼之力 当年的他 在界内被一人吼声 退出一万里 直接退出界内 今日他再次被一吼之力所退 转眼便没有了踪迹 只是除了他之外 无人知晓 这两次吼声 是一人或者不是 这存在于太古星辰的裂缝 急急收缩 在其内部古墓中 白衣女子面色苍白 已然来到了这裂缝旁 只是他被那吼声所振 尽管以特殊的方法 保留了肉身存在 可却有了伤势 眼睁睁地看着那裂缝收缩 时间上来不及离去 你帮我一次 我也帮你一次 就在这白衣女子 近乎绝望的刹那 在她的耳边 传来了亡灵的神识之音 这神识 白衣女子熟悉 正是让她休脑的存在 可眼下听到这个声音 却是神色立刻有了变化 是你 在其话语出口的瞬间 这已经收缩将要闭合的裂缝 突然一顿 那白衣女子压下心神的震惊 直到此刻不是戏问的时机 脉步中直奔裂缝 转眼之下临近裂缝 一步迈出 在其迈步出去的刹那 她转过身 美目深深地看了一眼 身后古墓 隐隐地 她可以感受到 亡灵神识的存在 复杂之色一闪而过 她想到了之前 地方神识在自己身上停留 那种全身被看光的修脑 似再次浮现 转身迈出裂缝 在其出去的瞬间 这裂缝骤然收缩 消失在了太古星辰 亡灵神识退去之前 以这墓地的意志 将这古墓封印万万年 那长尊在好生中并没有死 她定然知晓 这白衣女子进入古墓 若是发觉对方竟离开 会不会心中起疑 若真起疑 也不枉费我的一番动作 宫殿内 坐在座椅上的亡灵 神识归体 因神识与这古墓 意志有了融合 此刻她坐在这椅子上 再没有了半点排斥之力 她神色平静地坐在那里 目光如电 遥遥望着前方破损的 虚幻大网内 被之前一后之力卷动的拓森 此刻的拓森 极为狼狈 身子血肉模糊 露出森森白骨 那残存的血肉 正在急缩地蠕动 飞快地愈合恢复 这个机会 是极为难得的一次 拓森重伤 换了任何人 此刻都会毫不犹豫出手 但王林没有 他是古神 拓森也是古神 古神应该有古神的尊严 这种情况下的一战 若是没有七星之前 王林会不假思索出手 但眼下 他想与完整的拓森 一战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必须要如此 你古神星点多次碎开 尽管被你不知 以什么方法恢复 重新达到了八星 但终究还是不如当年了 王林坐在那椅子上 居高临下 一股霸道的气势 从其体内缓缓散出 融入其声音中 落入拓森心神 拓森沉默 加快了恢复肉身的速度 他修为自从朱雀星脱困后 便占据了图四的肉身 图四的肉身 为存活了万古岁月的 八星王祖古神 王林的眉心 其和星点旋转 他的幼木内更有魔器成玄 凝聚古魔之心 只不过王林获得传承 因为有了古妖之力 故而不完全 这古魔之心 无法完全凝聚彻底 除非他拥有完整的古魔分身 古魔分身 若是画了其他地方 或许很难寻找 但在这古之墓地 尤其是这宫殿内 确实可以找到 那在之前的震动下 并未消散了一具 据古之三族石化尸体 此刻还有一些存在 其中有一尊千丈大小的古魔尸体 保持着其生前的争鸣 在诸多的三族尸体内 很是显眼 王林右手抬起向前 虚空一抓 轰然间 这尊古魔尸体直接飞起 落在了王林身前 被他的右手按在了气身 可惜这里没有王族古魔 这具尸体 也仅仅有一些 王族古魔的气息罢了 王林右手按在那古魔尸体上 右目轰然间魔气纵横 顺着右手直接涌入这古魔尸体内 被王林封锁在体内的古魔气息 极为磅礴 此刻轰轰而出向 那古魔石化的肉身 如同一个无敌洞 不断地融入魔气 王林就这样坐在那里 体内魔气顺着右手 如怒朗之江 涌如其身体中 他的双眼 始终望着前方那虚幻大王后 正急速疗伤的妥森 给妥森时间 除了要给其尊严外 更重要的是 王林也需要时间 他不能起身离开 这座椅去斩 这座椅眼下 尽管没有了排斥之力 但正是因为排斥之力的消散 其内也同样的没有了 那让王林红眼的传承气息 灵灵中王林有种名物 若是自己起身了 即便再次坐下 也将不会再有任何传承出现 这是他神识与这目的意志融合后 获得的一丝说不清的名物 所以他不能起身 因为仅仅传承让自己 成为了七星古神 王林并不满足 他想要更多的传承 他要让那排斥之力再现 没有如此 那传承的气息 才会一如既往的数倍暴增 从第三层那跳动的心脏给逼出 让那排斥之力再现的方法 只有一个 王林目露果断 尽管此刻拓森在外 尽管那排斥之力凶险无比 但他不甘心放弃 所以他在墓中果断 直色闪过的刹那 依然地斩断了自己的神识 与这目的的融合 轰然间 在他神识与目的意志 被斩断的刹那 这座椅内 再次爆发出那惊天动地的排斥之力 与此同时 那存在于第三层的心脏 更是跳动中 有一股股传承气息 轰轰涌入座椅内 七星古神之强 远远超过了六星 王林凝固身子半点不动 抵抗着反振之力的同时 不再如之前那样 封锁体内借来的气势 担心被收走 而是放开一切 逆转了行为 在这座椅反振之下 主动地去强行 吸收座椅内弥漫的传承气息 被动于主动 一字之差 如天地之遥 改变的不仅是行为 还有心态 古神七星临身 王林在经过了 两千年修道的人生中 终于让自己的古神之铁 成功地打倒了七星 七星古神 在肉身的强悍中 几乎不是第二步修饰 可以轻易损伤 除非是在古神损结之中 否则的话 就去如当年在仙界的古神 要被无数仙人围攻数人 才有可能杀死伤绩 甚至可以说 完整的七星古神 其肉身的强度 可以与第三部空夜 初期修饰一战 且最重要的是 古神一族中 七星古神代表的是 进入快速成年期 在古神七星之时 其肉身会随着岁月的流逝 不断地强大 古神九星 自五星以后 每增加一星都极为艰难 可一旦成功 那么其实力将会倍增无数 此刻的亡灵 配合其修饰神通 雷虎两道本源 与种种道术之妙 他尽管还没达到第三部 但却能与第三部空夜 初期大难一战 且丝毫不落下风 若无意外发生 足以战胜 七星的亡灵 比之当年七星的图斯 依然不遑多让 图斯尽管有完整的传承 但亡灵却是古往进来 第一个 修饰于古神 融合于一体的强悍存在 就连控烈中七大能 亡灵也敢一拼 尽管败露知识较大 可就算是控烈中七大能 想要杀他 也是极为艰难 第三部大能之中 控烈 控灵 控玄 控节 每一个境界如第二部一样 都有初中后 以及圆满四个层子 每一个层子之间的差距 极大 堪比境内与碎孽之间 亡灵目光如炬 平稳地坐在那椅子上 任由其内反振之力 如之前第十八息时 强烈震动 但之前这第十八息时 足以让他全身崩溃的力量 眼下却是无法对 他的身体造成太大影响 若是连接之前的第十八息 眼下便是第十九息 二十息 二十一息 三息如顺 转眼流逝 反振之力以波波轰轰暴增 在冲击亡灵身体的同时 更有浓郁的传承气息弥漫 这传承气息 被亡灵疯狂地吞噬 他的身体与右手 索安娜骨膜尸体 好色化作了两个恐怖的黑洞漩涡 把这传承气息 在修体内之后 立刻分开两道 急速吸撤 这种吸撤 在此刻作与的反振之力下 变得极为艰难 可亡灵没有放弃 他清楚地知晓 错过了今时 日后怕是很难遇到这样的机会 二十二息 二十三息 二十四息 作与反振之力 已然达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 轰轰之声咆哮 亡灵的七星骨神肉身 也开始有些承受不住 其身体颤抖中 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但七星骨神的恢复之力 远远超过六星 几乎刚一崩溃 便立刻就急速恢复 在亡灵的眉心 随着其不断地吸收那传承气息 却见七颗星点之外 赫然就出现了一个 隐隐模糊的微弱气旋 这气旋 是第八颗骨神星点的雏形 一旦这星点出现 那么亡灵将会成为八星骨神 八星骨神 这星空中极为强悍的存在 只是八星骨神太南 远远的超过了之前 凝聚七星的程度 此刻尽管出现了气旋 但若不仔细看 根本就无法察觉清晰 且一旦亡灵此刻稍有松懈 这微弱几乎不可查的气旋 就会顿时消散 不会存留半点 与此同时 在亡灵身前那骨魔的尸体内 磅礴的魔气轰轰运转 被亡灵疯狂地灌入其内 甚至连之前亡灵幽目 凝聚而出的那一颗 肉身竟隐约有了恢复的迹象 变得不再坚硬如实 而是略有松懒了一些 更是在其幽目内 原本一片暗淡无光中 此刻有幽芒缓缓闪烁 似可以看见其内 那将要出现了一个魔性 正慢慢的凝聚 越来越清晰起来 而此刻在亡灵前方 数百丈万的虚幻大王后 正急速疗伤的托森 其肉身在这鼠息间 血肉蠕动下恢复了八成 托森的肉身是图丝肢体 图丝当年已然无限地 接近九星王族古神 达到了八星的巅峰 甚至在这第八星巅峰内 停滞了太久太久 单单肉身来说 已然是八星的极限了 为了冲击九星 普斯施展了古神一族的 秘书墨流分神 只不过此数失败 故而才有谋念托森出现 托森占据的肉身 其恢复之力远远超过王力 若非是之前 在那一后之力下受伤太重 断然不会拖延至今 才有所恢复 恢复至八成 已然是他此刻的极限 最后两成不是肉身之伤 而是那一后之力造成的 其心魂崩溃 死伤需闭关调养方可恢复 短时间无法痊愈 托森猛地抬头 眉心八颗星点急速旋转 死死地盯着虚幻之网 后坐在椅子上的王力 神色露出复杂 他可以说是这个天地内 最了解王力之人 从当年的结单小小修士 一直到如今 竟拥有了一代宗师知识 给自己充分地恢复时间 这种事情 说来容易 但真正能做到这 天下能有几人 你要与我一战 我便成全你 当年封界大阵外之战 不够尽兴 今日在这道古传承之地 你我再战一次 托森开口中 起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轰鸣回荡下 他直接就从那古西叶封印的缺口内 一步从那虚幻大王迈进 这传承宫殿之内 这是托森第一次话语中 不在以本神自称 简简单单的一个称呼 却是透出了在即内心 认同了王力是古神的身份 托森这一生 从未认为王力是古神 就算是脱困后 也始终认定了 对方只不过是拿走了 自己记忆传承的修饰 哪怕王力成为了六星古神 与其一战之后 托森依然还是从内心看不上王力 他始终认为 王力不配成为古神 但眼下 在看到王力成为七星古神后 在感受到王力身体内 那旁部的古神之力 在亲眼目睹了对方 正经历极为凶险的传承时 仍然给自己恢复的尊严后 他的内心 不得不接受了对方的身份 传承之战 托森声音如浪 在传出的刹那 其身子向前轰然一步踏去 整个宫殿顿时一震 却见托森身子急速膨胀 转眼就化作千丈大小 右手握拳 向前已接轰去 古神肉身 可随心意大小变化 这一点托森可以做到 之前的王力 还无法完全迷误 但眼下随着成为七星 他隐隐摸索到了一些边缘 比如成七星之后的千丈肉身 并不是七星的极限 王力双目如电 在托森踏入这宫殿的刹那 爆出金光 其梦内更有战意滔天而起 眉心七个古神星点急速旋转 在托森一拳隔空临近的瞬间 王力的左手抬起 握拳向前毫不犹豫的一拳轰去 两尊古神 两尊同是图斯传承之神 在这古墓宫殿 展开了他们宿命的第二站 托森的身后 随着一拳轰出 整个宫殿掀起风暴轰鸣 如狂风横扫 使得灵动上人与周锦 截止退后 二人此刻重伤 已然无法助展 没有在远处盘膝 加快速度疗伤 灵动上人神色平静 丝毫不去理会此战结果 而是全部心神沉浸在兔哪之中 那周锦则是眼漏复杂 他亲眼目睹了 王力古墓前后的强大与不同 此刻已然断了最后一丝幻想 沉默中 闭上双目开始了疗伤 托森的身后 在那一拳挥舞的刹那 赫然就一个 巨大的迅幻化而出 这迅幻齐天之高 庞大无比 神色充满了暴虐 更有一股灭世众生的狂傲之意 疯狂地显露出来 在他出现的瞬间 这弓箭剧烈地颤抖起来 似要崩溃一般 这虚幻之影是图斯 八星巅峰王族古神 图斯之影 托森为图斯一丝磨念 此刻尽管这磨念反刻为主 但他的灵魂 他的一切 仍然还是图斯 此刻全力的一拳 图斯之影骤然幻化 在托森身后 同样挥舞又全 如流星一般轰轰而动 随托森一同直奔王林轰去 王林的身后 在这瞬息间 同样幻化出一尊 齐天之高的巨大虚影 这虚影赫然也是图斯 只不过与托森身后的图斯相比 这虚影没有半点暴虐 而是一片睿智与藏桑 随着王林一拳而去 其身后那图斯身影 左手抬起 握拳之后轰然一拳 向前轰击 若有天 则此刻天地色变 若有云 则此刻风云倒卷 这一幕是宿命的一幕 远远看去 两尊齐天之高 相貌一模一样 甚至就连大小也都没有半点差距 身体上皮肤中的细密碎纹 也全部都完全相同的 两尊巨大的古神 虚影正挥舞拳头 展开疯狂的一击 唯一不同的是 一尊古神似为魔斑暴虐 另外一尊 则是睿智平静 在这两尊巨大的古神身下 则是王林与托森 二人越来越近 瞬息间那托森就临近石台 在半空其右拳轰轰轰落下 与王林的左拳 直接就碰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就在二人展开着宿命一战的刹那 远处那虚幻的大网外 却是出现了一个妙慢的身影 这身影 正是那远古巴菲中的风景女子 轰鸣惊天 在王林与托森拳头 碰在一起的同时 他们身后那各自的 齐天图丝身影 也同样双拳碰出 好似光电的虚空 被撕裏一般 轰轰之声响 那托森身后 图丝须影全身一振 右臂骤然崩溃 倒卷全身 其身子轰的一声 向后不断地退去 一步牵涨 四步之后 这猙獰暴虐的图丝须影 轰然崩溃 王林身后呢 睿智的图丝之影 同样身子震动下 左臂直接爆开 席卷全身 后退了三步 全身立刻弥漫了 无数细密的裂风 刹那间就四分五裂 直接爆开 两尊虚幻古神的膨胀 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冲击 这宫殿的虚空 直接就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裂风 卡卡之声竟从 两尊古神虚影之间 击齿而出 化作了一道 连接天地的沟壑 在那轰隆隆的巨像之下 在这宿命的一战之中 托森拳头与王林碰撞 其身一阵 双眼露出金光 在二人的拳头之中 赫然就出现了 无数扭曲的波纹 如同水面一样 那每一道波纹内 都蕴含了极为可怕的冲击 撕扯之下轰轰卷动 二人的一拳 用了不同的手段 但都是以力正道 托森拳头在落下的刹那 便在转瞬中连续挥出了99拳 看似一拳 但实际上却是他99拳太快 在落下的瞬间 融合成为了一拳 这是他托森的力之道 以力破天 一拳打不爆你 我就99拳 万里归一 根本就不将任何技巧 即便你有无尽反抗之力 也要在这如波涛般 层层来临的99拳响 统统粉碎 亡灵的一拳 则是施染了在大地心 从二代猪雀那里 感悟出的玄武之术 以反阵之力融入拳内 借反阵之威 使得自身这一拳 轰然爆发 简单来说 亡灵这一拳 就是把托森当成了水面 他一拳轰去 在与对方拳头碰触的刹那 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反阵 而这反阵 则被亡灵巧妙地借来 化作自身的攻击 故而一拳轰去 他的力量并非只有自己 而是还抽取了托森之力 与托森以利正道 化99拳与一体的力量相比 亡灵这一拳内蕴含的 也并非是只有两种力量 除了他自身与借来的托森之力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也正是这股力量的存在 使得亡灵面对八星的托森 悍然无惧 这力量就是齐坐一项 那轰轰爆发出来的反阵排斥之力 这股力量冲入其体内 顺着一拳呼啸而出 化作滔天神通 与托森的拳头碰到了一起 豁鸣之下 亡灵嘴角一出鲜血 其身下座椅更是传来 阵阵卡卡直升 却是其上竟出现了三道裂缝 更是在这裂缝出现的刹那 砰砰直升惊天 那座椅下巨大的石台 直接从底部开始崩溃 转眼之下 就崩溃了一板 四分五裂 托森同样嘴角留下鲜血 其身子在半空 不像亡灵可以把力道宣泄开来 此刻身子倒卷 登登一连退出数百张 接近了那虚幻的大王 爽快 单单这以立正道之法 你亡灵却有资格成为古神 托森后腿中 那虚幻大王内的风情女子 不止以各种神通 重新凝聚了肉身 先至于托森冥冥中的感应 找到了这里 亲眼看到了托森与亡灵的遗战 其面色已扁 眼中露出杀机 身子一晃之下 就要进入那虚幻大王内 助托森杀人 但就在他这要踏入这虚幻大王的刹那 托森倒退中临际 右手握拳 转身向着身后那大王内 要走出的风情女子 直接一拳轰去 滚开 本神族中之战 外人没有资格参与 那风情女子显然没有想到 托森居然对自己出手 在这一拳轰来的刹那 她立刻双手掐绝在身前一挥 化作一片绸带旋转 硬抗了托森者突然的一拳 轰鸣之下 这风情女子之前本就重伤 此刻喷出鲜血 身子后腿竖步 容颜的风情妩媚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则是 争鸣与凄厉的尖尾之声 托森 你敢反抗本非意志 托森眼中露出寒光 冷笑中右手抬起 再次向前一拳轰击 化作一股风暴轰轰直奔那先妃 口中森森道 你还真以为本神是个莽人不成 若非是要借你疗伤 本神岂能让你操控 这天地间 又有谁有资格来操控本神 你这仙尊的玩物 也敢来计算本神 给本神滚 在其退后数千仗时 托森双手抓住那虚幻大王 向内狠狠的一扯 却是古神之力爆发 融入这虚幻大王内 将其再次封死 让那心非无法进入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 托森转身 看向王林 现在没人能打扰你我这一战 师太尽管崩溃了大半 但随着其崩溃 随着时间的以息息度过 眼下已然是第三十九息 从座椅内传出的反阵之力 已然到了王林可以承受的极限 就算是七星古神的恢复之力 就算是他体内两刀本源急速抵消 也很难再坚持下去 若再继续 他的肉身就会再次崩溃 彻底死亡 随着座椅内的反阵越来越凶猛 其内那传承气息同样暴增 被王林疯狂的吸收 其眉心之中 那第八颗星点的气旋 也越来越清晰 其身旁纳在之前的一战中 并未会毁灭的古魔尸体 此刻其右目中 随着魔气疯狂的涌入 第二颗魔星 第三颗魔星 同时 他的左目内赫然变有鲜血流下 阵阵剧痛涌现 这道鼓传承 因为当年李广设下了夜幕左眼 功而不再完整 越是吸收传承气息 王林的左目就跃统 好似他成为了当年的道鼓 左目崩溃了一样 甚至在其左目所看的天地中 此刻已然隐隐出现了模糊 好似王林的左目 正极锁地失去 若仅仅如此道也罢了 区区一个左目 王林可以不要 但当年李广设下的道鼓左目 却是包含了其半生的记忆 与对故乡的思念 如此一来 在这左目巨统之下 王林的记号似被撕开 其半生千年的记忆 包裹对李木碗的思念 包裹对故乡界内 对朱雀星 对一切一切人的思绪 都在被生生的撕裂开来 似要随着左目的消散而永恒的失去 把我的左眼还给我 在王林吸收这传承气息的同时 其脑海中一变变地回荡 这丝生裂肺的咆哮 也正是在这时 托森封死了虚幻之网 眼中燃烧战影 向着王林大步迈来 其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狠狠的一窝 轰轰直升回荡下 却见一把百张大小的长矛 赫然出现在了托森右手之中 被他握在手里 托刺王族法器 灭神矛 口声中 托森右手拿着灭神矛 向后倾斜一歇后 全身之力抱起 融入这灭神矛内 向着王林狠狠的一甩而出 轰然间 这灭神矛闪烁刺目之光 燃在了身上 触目惊心 在那灭神矛呼啸而来的刹那 王林抬起头 其左目所看的世界 已经模糊了大半 脑海中记忆的撕裂 更是让他面部清金鼓起 在那灭神矛来临 拓森迈步冲来的瞬间 时间过去了第四十四夕 座椅内反正直立绝天地而起 轰然传入王林体内 他闭上了双眼 脑海中浮现出当年到古叶末 在这座椅上 向前挥出的那一拳 一掌一指 神阵兵修列尾 闭目的王林 身体如呼吸 狠狠地一息之下 在那剧烈的反正直中 七巧流血 但却从那座椅内 吸收到了大量的传承气息 左手向前轻轻地一拳而去 即前方虚空顿时扭曲 阵阵波纹以他为中心 向着四周浩打而起 他眉心旋转的七颗星点外 那第八星 随着之前一息 赫然有了凝聚 气旋正急速成形 气旋的凝聚 尽管距离成为真正的第八星 还很遥远 但却如同修士的筑基一样 有了筑基 也就有了未来成为八星古神的资格 任何一个星点的最终诞生 都先弃旋成形 随后再不断地旋转之中 吸收足够的古神之力 就会成形 灭神毛之俗极款 呼啸之中迅猛来临 距离王林已然不足十丈 王林头发向后卷动 最下崩溃的石台无数碎款 同时向后急射 立风扑灭 魔道生死逆动 王林始终闭目 左手从拳化作一指 向前猛地一指而去 轰鸣之下 其指头锁点 赫然就是那临近的灭神毛 在其手指与灭神毛间 碰到一起的刹那 王林的双眼猛地睁开 与此同时 其神石更是轰然爆出 不顾一切的冲物身下座椅内 在那座椅反振之力下 在其神石层层崩溃中 顺着座椅与那第三层 跳动心脏的奇异连接 直奔那心脏而去 一拳 一直在王林双目开合的刹那 迅猛至极地爆发而出 那神阵的一拳 形成了无边无际的波纹 这波纹因震动而出 层层扩散之际 以王林所在座椅为中心 四周大地轰轰碎开 导卷先帝而起 无数的大地碎片 如同被玻璃来开 呼啸之中向着四面八方横扫 那每一道波纹内 都蕴含了无数次的震动 在王林这一拳之下 轰然爆出 宫殿的大地崩溃 虚空撕裂 轰隆隆的巨像发出尖锐之声 随着地面的瓦解 剩余的那些尸体 全部碎开 卷洞中 竟以王林所在之处为中心 化作了一道巨大的漩涡风暴 这风暴轰鸣 直奔脱森而去 脱森低吼中 体内传出喷喷巨响 在这风暴内 其身体挣扎的向前迈去 王林全收 魔道一只骤然就与那 呼啸临近的灭神矛之间 碰到一处 声响仙动 压倒了之前风暴之音 如同一声怒吼惊天 那灭神矛通体一阵 从王林手指内 传出的神阵与魔道之力 直接就宣泄在了灭神矛上 使得此矛那迅猛的冲击 不得不停顿下来 仿若王林的手指 此刻成为了天地最坚硬之物 足以撼动灭神矛 灭神矛再颤 剧烈的颤抖 这颤抖 除了与王林魔道意志 生死逆转的变化外 更多的 则是被波纹的震动所致 波纹向着四面八方回导 以波波的冲击灭神矛 使得此矛外表片刻 就出现了一层层细密的符纹 这些符纹急剧地闪烁 似要在这震动下被分离 灭神矛 古神图丝一生最强王族法器 托森身为最接近图丝之神 灭神矛在其手中 发挥的威力仅次于图丝 王林的手指 在于那灭神矛碰触的刹那 立刻就感受到 一股无法形容的大力来临 其手指好似要被这力量崩溃 那股大力更是传入其体内 展开轰鸣 王林嘴角一出鲜血 但其眼中却是露出尖底 神色始终平静 仿若一切事情 都是在其算计之内 包括这灭神矛中 传出的这庞大的力量 此刻他的神石 不顾一切地冲入座椅内 顺着那座椅与第三层 跳动心脏的奇异联系 急速地接近 只不过越是接近 那反正之力就越大 以王林自己的力量 无法让神石完全地 碰到那第三层的心脏 也正是在这一刹那 灭神矛内传出的磅礴 大力在王林体内爆发 顺着王林身体向外轰然宣泄 王林身下的座椅 直接就再次出现 树到裂缝 座椅下的石台 更是再次崩溃了一些 与此同时 这股传入体内的大力 被王林强行转动 化作了一股推动 其神石之力 向着座椅冲去 其神石本已经快要消散 在那反正之力下 前行缓慢 但背着大力一推 确实骤然如离弦之剑 应是顶着反正之力 直接破开一切 顺着那奇异的联系 就在这一瞬间 在王林神石与那心脏连接的一刹那 真正的传承 骤然而起 王林心神内顿时就听到了 砰砰砰砰砰砰的心脏跳动之声 这声音如雷 在他心神回荡 甚至还引动了王林的心脏 竟让他的心脏与第三层之心 在转瞬中就保持了 一模一样的跳动规律 这跳动之声越来越快 在保持规律的瞬息 王林的心脏顿时就传出巨统 好似承受了极限的压力 更是在保持同样跳动规律的刹那 仿若王林的心脏 与那第三层的心脏之间 产生了一丝奇异的联系 一股鼓让王林头痛欲裂的记忆 急急的就冲入其脑海 这些记忆杂乱无边 如同洪水一样 不顾王林能否承受 呼啸涌来 这种好似魂魄 要被撕裂的痛苦 比至当年古神异损之节 还要强烈无数倍 在这痛苦之中 王林发出了一声淒厉之笑 砰砰砰砰砰砰 那第三层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快 瞬间就几乎连成一片 形成了一个声音 随着一同等 王林的心脏也被牵引 在极快的跳动下 若能穿透王林身体 看到其鼓神胸部的心脏 可以清晰的看到 他的心脏弥漫了无数血管 疯狂的蠕动 好似要爆开一般 更有大量的鲜血 从那血管内挤出 染红了四周 这一切说来缓慢 但实际就是一刹那发生 那第三层的心脏 在剧烈的跳动下 似有一声叹息 在王林心神回荡 紧接着轰鸣间 那第三层心脏爆发出 最后一股大力 直奔王林心神冲去 王林喷出鲜血 其心脏更是在瞬间 出现了无数裂缝 剧痛传来的刹那 王林神色正领中 其身后赫然就出现了 古神图斯的身影 这身影此刻同样满脸痛苦 似在挣扎 但在那第三层心脏爆发的 最后一股大力中 王林身后这齐天高的图斯蓄影 直接崩溃 四分五裂之际 好似被人从王林的 古神传承中生生的磨去 在那图斯蓄影崩溃的瞬间 一个巨大的头颅 取代了图斯 出现在了王林身后 这仅仅一颗头颅 就图斯全身知道 头颅模糊 看不清相貌 但其左目却是一片空旷 有漆黑的血液流下 隐隐看去 这头颅神色争鸣无比 在这头颅幻化而出的刹那 在那从第三层心脏内 传出的最后一股 大力轰入王林体内的瞬间 王林座椅身下的石台 周然全部崩溃 这如山一般的石台 层层瓦解 无数碎石四散 轰鸣惊天 石台彻底崩溃 似承受不住这股大力 就连那座椅 此刻也是一阵之下 崩溃了大半 残破中 扶手碎开 就连靠背也都碎去了一半 王林的身体似要在这大力下碎面 低吼中 王林点在灭神毛上的左手 猛的收回 一帅之下 血光滔天而起 却是那血剑直接幻化而出 而此刻 那灭神毛没有了 王林左手十指对抗 呼啸之下直奔王林冲来 似要将王林身体穿透 血光闪烁 血剑出现的刹那 夹杂着王林此刻 足以毁灭身子的大力 夹杂着石台崩溃 作以残破的冲击之力 更有那一股在第三层 心脏传承气息涌现的那道果 极为霸道的气势 直奔那灭神毛而去 轰鸣绝天汉地而起 刹那间 血剑就与那灭神毛 在王林的身前碰到了一处 那灭神毛通体矩阵 却溅在其毛肩上 血剑势如破竹 竟直接将其分离 如同消毒一般 在这惊人的冲击与锋利下 从灭神毛中一闪而过 血光一闪 血剑穿透了灭神毛 直奔其后怒吼 迈不而来的拓森冲去 转眼之下 就刺入拓森胸口 似天下间 没有任何之物 可以阻挡血剑之风 再碰到拓森的瞬间 钻入拓森前胸 在其声淒厉的吼叫中 直接穿透 带其血剑四射 从拓森后背一闪而出 拓森喷出鲜血 前行的身子一阵 直下急速倒卷 一连退出数百丈外 轰的一声 半跪在了地上 猛的抬头 而此刻 那灭神毛 在王林身前一分为二 从王林身边穿过 碰的一声 同时刺在了大地上 其上所有符文 全部崩溃 王林的眉心 那第八颗星点 所形成的气旋 直接就从模糊之中 死吸收了无穷气息 刹那就完全凝聚 形成了一个完整气旋 完成了成为第八星前 最艰难的凝聚过程 给王林成为真正的第八星 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给了王林一个日后 成为八星古神的凭整 若没有这气旋 王林又成为八星古神 极为艰难 若无数万年时间的凝聚 根本就无法成功 八星古神 古神一族仅次于九星的最强体 岂能那般容易 在这从第三层心脏 爆发出的大力下 王林右手始终按着的古魔尸体 浑身一震 其上石化顿时就全部崩溃 再无半点食指坚硬之感 与此同时 这古魔的幼木中 古魔星点激素而出 第五颗魔星 第六颗魔星 骤然出现 这一切转涩而过 王林的左目已然模糊了大半 剧痛不仅是从心脏传来 从灵魂传出 更有那祭祀撕裂的感觉弥漫 他的左目同样有鲜血流下 若再坚持下去 他的左眼就会彻底瞎了 且记忆更会如那道骨一样 半生失去 失去记忆 失去对父母 对爱人 对故乡等等一切 这种事情 王林做不到 他凄厉的长小钟 其身子猛然间就从座椅内 跌自站起 他离开了这座椅 再且离开的刹那 其心脏与那第三层的心脏之间的联系 骤然中断 那座椅彻底崩溃成为了碎石 不再存在 整个宫殿 骤然就变得极为安静 唯有两声极楚的呼吸 在这宫殿内回荡 王林闭上双眼 其身后那取代 图斯出现的巨大虚化头颅 慢慢的消散 许久之后 王林神色渐渐平复下来 睁开了双眼 从今以后 我不再是图斯传承古神 而是道骨 王林右手从那古魔尸体上抬起 点在眉心 向外猛的一扯 顿时幽莽闪烁 那当年在古神之地 得到了图斯记忆传承 被王林缓缓的从心魂内取出 图斯的记忆传承 伴随了王林一千多年 直至走到现在 可眼下 这传承已然失去了作用 图斯也仅仅是八星巅峰古山而已 王林右手之上 渐渐浮现那记忆传承所化光团 他望着光团沉没了片刻后 向前猛的一甩 这光团直奔托森而去 给你 半跪在地上 胸口血肉模糊 正急速疗伤的托森 愣了一下 接住这让他追到界外的因果之窝 这他极度渴求 可以为之疯狂的记忆传承 他的身子明显的颤抖起来 他等待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从当年的一丝魔念 被封印了无数万年 最终眼睁睁地看着记忆传承 被王林取走 那种愤怒与恨意滔天弥漫 为了这记忆传承 他可以不顾一切 破开了封印后 占据了图斯肉身 开始了漫长的寻找 期间的过程 满是苦涩 他无数次的幻想 自己终有一日 可以从王林身上抽出记忆传承 让自己的传承完美 不再出现任何破绽 只是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梦寐以求的记忆传承 居然会有被王林主动归还的一天 拿着记忆传承 锁化光团 破森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他抬起头 复杂地看了王林一眼 谢谢 破森一声 从未说过一次谢谢 在他的脑海中 根本就没有这个词语 没有人能有资格让他去泄 甚至在他想来 他不需去泄任何人 他的狂 他的傲 是在骨子里 图斯的传承 在完整的同时 他会不会苏醒 你会不会消散 我不知道 道骨传承 王林取走了一部分 尽管只有一部分 但这传承存在了唯一 除他之外 没有人可以继续获得 若有一天 王林的修为达到了 可以再次承受知识 他还会回到这里 继续传承下去 留下了一句话 王林右手抬起一挥 远处被这一幕幕 震撼的灵动与周记 顿时就被王林收走 放入天皇炉内 他更是那个骨膜尸体 放入储物空间 收走了骨西叶 血剑等一切之物 王林向前一步迈去 他获得了部分道骨的记忆 对于这古墓低层 比他人了解更多 脉步中 其脚下出现了一片波纹 深一眼看就要消失在宫殿内 但就在这时 王林突然身子一顿 停止了离去 轻易中转身 看向远处虚空 但建在这宫殿北部 那蓄屋内突然有一片波纹回荡 那波纹越来越大 片刻间就扩散无尽 化作了一张虚幻大网 一股围压从网内散出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虚影 赫然出现在了这片虚幻大网之后 往外之物 看不到往内 但王林在这个宫殿中 却是清晰地看到了 在那虚幻大网后面 有一个巨大的黑夜 这黑影身子呈椭圆形 庞道无比 其身体外有无数出手摇曳而动 一股股股神气息 从此屋口中喷出 不断地冲击这虚幻大网 正是望约 在望约的头顶 此刻站着两个修士 极闲天 五冬禅 这二人神色警惕 不断地谨慎观察四周 四在防范会出现的一切意外 他二人凭借望约 在这古墓内不须木台 如那托森一样 寻找到了这宫殿所在 正准备让望约强行打开 进入其内 只不过进入这宫殿的禁止 实在太过强大 按照他二人的分析 就算是望约 也需要很久 才可以将这禁止融化 二人尽管着急 但却不得不焦急地等待下去 王林目光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直接就来到了宫殿 北部这刚刚出现的虚幻大网外 右手抬起向前一爪后 猛的一撕 轰然间 那虚幻大网直接就被撕开了一道 巨大的裂缝 裂缝外 极限天与武东柴二人顿时一乐 还没等看清一切 顿时就有一股狂风 从那突然出现的裂缝内呼啸扑灭 这股狂风内蕴含的力量 二人根本就无法有半点抵抗 直接就被卷在身上 惨叫中喷出鲜血 甚至连这狂风为何出现 连王林的身影都没有看到 便立刻在鲜血溢出中 被卷入了王林的储物空间 就连那望月也在这狂风响 庞大的身子轰轰后腿 昏暗的双目内露出金光 尤其是这望月眉心 那显然是封印的符文 更是剧烈地闪烁起来 望月一步从那裂缝走出 没有丝毫停顿 大笑一甩 那望月身子轰然一阵 在其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直接就被吸入其内 小狮在这古墓中 被望月收走 罗晨应该还在这望月体内 罗晨对王林有恩 此时王林始终记得 收走了望月后 王林暗谈 向前一步迈去 身影消失 整个宫地残破不全 此刻只剩下了拓森一人 正正地望着手里的记忆传承 他的心里 已经没有了喜悦 有的只是犹豫与茫然 他梦想了一生的传承 就在眼前 可是他却不知 自己这一生寻找之物 对于自己来说 是对还是错 图斯 从我诞生之日起 我就知晓自己是你一丝磨念而生 分神失败而亡 还是我就是你 末留分神术的一部分 我是拓森 还是图斯 拓森眼中茫然更浓 默默地半跪在那里 好似沉思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古墓内 随着之前通往太古星辰的裂缝关闭 武器更浓 弥漫之下 如海般卷夺 此刻在这古墓内 还存在了一些修饰 凡是能在之前的骤变下存活下来的 均都是修为高深之北 且心智技高 故而才可以用尽方法 避开一次次凶险 可以说 这些人全部都是太古星辰内 各个部落中的精髓 此刻 在第九章地图内 一片无尽空间乱流中 王林身影虚化而出 渐渐凝视起来 他所在的位置 距离那宫殿处于不同之界 避开了那八菲中的风景女子 对于眼下在这古墓内的所有修饰 王林已然没有了任何兴趣 且此地修饰 尤其是妙音道尊与那九天魔尊 还有大荒己人 秀为均都是高深莫测 尽管被一吼之力所伤 但这些人存活了数万年 定有种种神通 王林没有如当年去战长尊一般 且了疯狂的要把这些人 全部杀死的念头 这不现实 也不符合王林此刻的打算 且古墓已经被王林彻底封死 这些人将会被长久的困在这里 无法出去 这一点就足以 现身之后 王林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虚空一抓 顿时这第九章地图轰然一阵 却见在王林前方 那虚无内骤然就一层层波纹扭曲回倒 好似被撕裂一般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这裂缝中 有轰鸣传出 一个巨大金色阁楼 在那裂缝内缓缓出现了一角 王林目光一闪 他传承了道古的部分记忆 知晓了如何在这里 取出夜幕所留地府的方法 这巨大的金色阁楼 有三扇窗 阁楼大门死死封闭 但从这三扇窗内 王林清晰地看到 里面有三个光影在盘系而坐 一股磅礴的围压 从这阁楼内传出 笼罩八方 在这阁楼出现了一瞬间 整个古墓内 所有的修饰全部顺息感应 尤其是妙音九天大荒三人 更是清晰察觉 王林没有丝毫耽搁 在这地府被罩出的刹那 大袖一甩 横走之中立刻就把这地府 从裂缝内卷出 送入储物空间后 转身一步迈去 其身影骤然消失 出现之时 王林来到了第五张地图内 那古希也所在封印之地外 此地还保持着 王林之前离开时的样子 没有任何破损 略意查看 王林右手一挥 一片古希叶印在了上面 在入口打开的刹那 取液而入 此地的一切如酒 那漂浮在地面上的漩涡 始终存在 缓缓地转动着 来到漩涡旁 王林沉默片刻 以他此刻对这古墓的感应 清晰地察觉到 因之前取出地府的波动 这古墓内存活下来的修饰 正挤持而去 其中有数股极为强悍的神势 已然锁定在了自己身上 正直奔此地而来 目光闪烁中 王林右手抬起 掐出一个印记 向着天空一拍 那印记直接幻化而出 消失无影 但在其消散地刹那 这古墓第一层九幅地图下 茫茫雾还轰然而动 一生生尖锐的立小 从雾气中传出 好似蕴藏了无数斩魂一般 临走前 送而等一个礼物 王林的这个印记 是打开古墓第二层的符文 冷笑中 王林一步迈入那漩涡 在其身影消失地刹那 他右手向着身后虚空一桩 轰然间 这整个封印之地一阵之下 消失无影 被王林收走 与那漩涡一同 永久地消失在了这古墓之内 在这封印之地消失的瞬间 没有引老到三人及时倒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在他们的眼前空无一物 与此同时 在王林离去的同一刻 那宫殿内沉默的拓森 四下了决心 拿着手中的记忆传承 按在了眉心 界内 雷仙界下 摩天星雨边缘 当年贪狼被卷入的地方 此刻璀璨的星空中 突然有一道裂缝 无声无息的出现 一个白衣身影 从其内一步走出 在这身影出现了一刹那 一股惊天的气势 从其身体内轰鸣而出 化作一场 袭选了整个罗天星雨的围压 浩荡弥漫 这围压之强 足以让万灵心神颤抖 鲁夫子 第一个就清晰的感受 从陆顶中 惊醒 竟然不是界外太古星辰 而是回到了界内罗天 回家了 那裂缝外的白衣身影 沉默少起 嘴角露出一丝久违的微笑 王林竟然直接从道古墓地 回到了罗天星雨 在界外 王林如今虽然修为强大 但是有长尊这些人 他想嚣张也嚣张不起来 但是在界内却可以称王称吧 那么王林回归罗天之后 都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点击关注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